房市新闻轻松讲 建案消息随便聊 泡杯好茶 你先来收听的是房老吉 关系你的房市幸福 我是房老吉 我是大院子 我是茶汤慧 这一集呢 要来分享的是 329档期刚过嘛 市场抢抢滚 那中股市场呢 也是因为新清安 所以他非常热络嘛 我就看到一则新闻 现在是要没房子卖了吗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找不到房子卖 三月全台交易量增28% 专家铺 库存量极降 农年刚开始 台股就占上2万点大关 刷新历史记录 民众消费信心回温 也影响了房市买器 专家对此指出 三月房市买器大爆发 但今年的房仲业不容易 原因是因为竞争压力太大 房子没人买 而是物件难开发 库存量极降 明明客户有需求 但却找不着房子卖 再加上仲介人数创新高 竞争激烈难存活 看高手吃香喝辣 经济人员像免洗一样被太粗 专家也指出 房仲业看起来很赚 实际上真的很赚 只是仲介业利润像极了巴尔法则 电动高手及经纪人 赚走了八成利润 其他人只能分剩下的两成血血 一个成功的仲介人员 背后阵亡了千百个学长 学弟 专家也勉励 刚加入房仲业的新手们 当你要投入房仲业 就该有背负社会骂名 被职场淘汰 被客户洗脸的决心 存活下来的人 才可以享受到红利 这个房仲业者啊 在前几年房市大好的时候 荷包应该都赚得很薄 因为那几年就是 这么前客啊 中人啊等等的事件 非常的火红嘛 基本上假如是在那几年 出道的房仲 你有踩到一个好的时间点 基本上现在应该就是吃香喝辣 你可以卖你自己的房子 自己开发自己的物件 可是我蛮好奇的 他说物件不够 虽然有称到这个新清安的红利 但是因为不是囤房税 即将要开始了吗 照理来说 应该会有一点点房子试出啊 那怎么会没有物件可以卖呢 这点我还蛮好奇的 不是啊 这三四年没有 就是在房市在热嘛 从慢慢起步 然后到很热到现在 请问到底交屋交屋多少吗 今年下半年可能会有一些交屋潮嘛 那也等下半年啊 中介别急啊 你交屋潮还没有到 大家手上就只有合约啊 有些该转的就已经转了嘛 那有些想说 那我不然我就是乘务之后 我再来看看这个市场怎么样嘛 那有些可能之前也已经转掉了嘛 刚好就有一个闭锁期嘛 所谓闭锁期就是房地合一税 就让很多人觉得那我现在还没有那么痛苦 我即使是交屋潮我拿到的时候 我也不一定要拿出来卖啊 没错 我拿出来卖就绕固 因为代表我体质不好 他好听 每天我那边说什么体质不好 投几客 但是有没有体质不好的 有啦 有没有跟风的 有啦 有没有新手的 有啦 但是你会觉得这个量是整个市场吗 没有啦 它只是占一部分啦 甚至可以说它是一小部分啦 那你可能很多的 没关系 那我就再撑一下啊 对不对 好那这样子的话 前段时间房市热 那热完了很多都买了嘛 那你现在叫我拿出来房子给你卖 不是啊 问题是我不想要缴45%的税啊 还是中间要帮我吸收 还是买方吸收 买方愿意吸收的话 那你要不要再等我一下 既然你有办法抬高价格 那 我也还是想要等到45%后 对啊 或者是说那你再抬一次嘛 再多抬45%我就卖你 是不是 就有可能会有这样子 就觉得你还可以哦 你还可以 那我是不是卖便宜给你 原来45%给你含 你都要 每个买家在卖房子的时候都变贱商 对啊 那是不是我的%再高一点点 你也愿意 不觉得是不是自己吃亏了 我是不是太便宜了 是不是仲介洗脑我 要帮助人家成交 那个年轻人成家 没有一看 那个年轻人也不过跟我年纪差不多 什么年轻人 我也自己的年轻人 因为这样子的状况 其实即使是到了教务 有些体制还可以的 他也不一定会拿出来卖嘛 那你卖的卖 你市场上就没有房子了嘛 那市场上没有房子了 谁最高兴 你不就建商最高兴了吗 几年前建商不是讲说 你们这样子 搞到最后 得到结果就是 以后市场就是我建商说了算嘛 我们前面几个新闻好像聊到嘛 没错 它是说实话的炫耀 那个时候 其实我们讲的新闻 是不是也被批评过嘛 我其实是认同这样子的事情 因为你市场上真空之后 谁有产品谁说话了嘛 如果需求量还有的话 但你如果需求量没有 整个经济崩盘 那都不用讲 当不好的时候 大家一起不好 当好的时候只有少部分好 这个有的时候市场就是这样子 残酷啊 那你要不要当好的时候 少部分好的那些人 想啊 有的时候你就必须得改变一下 你的那个思维吗 有可能要改变啦 就是说 不是说完全改变 是应该说 扩充你的思维 你把它容纳进来了 消化以后变成你的了 所以现在市场上 的确有这样的状况 甚至我们还有听到说 现在有些仲介的店头啊 直接跑去找建商啊 他建商要新开案 那仲介说 还是老董 你这整个案子给我卖 老董觉得说 你是代销公司吗 你会包装我的产品吗 我这没办法用仲介的模式在卖 因为我们是比较走代销 那种模式在卖的 我先讲 我没有针对仲介或代销 觉得是怎么样 是他们 手法不同 专业度不同 对 卖的东西产品 其实也不太一样 仲介他卖的你是房子 那代销卖给你是设计图 真的啊 因为还没盖嘛 仲介还要会处理一些 疑难杂症的问题 那代销他要处理 购物者的各种天马行空 都蛮累的 对啦 反正不管怎么样 他就是处理不同样的东西 那代表仲介真的是急了嘛 就觉得直接我去 就可以要案子了嘛 我需要案子卖啊 因为没关系 我手上有一堆电话 投资客啊 就要来买 那可是你觉得这样子 建商一定会给仲介卖嘛 其实不一定哦 那可能如果说仲介的小毛 会觉得说啊 建商应该看到我手上很多投资客 会马上买 那他就会案子给我接嘛 但是建商可能跟你想的不一样 建商是想说啊 我这段时间我希望有广告 你帮我建商形象做的好 那这是我的作品啊 你要让我作品展示出去啊 让人家知道我多好 而不是投资客来买买买买完了 我品牌的形象一点都没有建立起来 对不对 更何况我希望的是创价嘛 如果说这一堆投资客来 搞不好还要跟 我们团购 你可以给我杀价嘛 是不是 如果说今天景气真的很差 那可能可以啦 对吧 但现在没有景气差到这样子啦 那前面几年 这建商也有赚到钱啊 那这个时候 你看人都是一样嘛 那你一开始还没有钱的时候 就努力赚钱嘛 那当你赚到钱的时候 就开始读读书 每次读读书拍个照 对不对 看看画展 听听音乐 交响乐 显摆自己嘛 显摆自己的品位嘛 这是很容易的啊 这是会发生的事情 就是说我们一般人 都很有可能做这样的事情 包含我啦 你看到哪天哪本书 在公园坐在那边 其实我没有在看书 在显摆 显摆你的品位 对 我觉得哎 我还不错 有点品位 有点内涵 所以现在这个市场上 就是他刚讲到 把房仲业这个八二法则 没有办法 因为他这个时间对了 在那一波 他刚好在那阵风上面 他就起飞了嘛 那你说后面来的 其实你也就是跟风来的嘛 那你也可以说前辈 他不过就是跟到那一波风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那他在这波风来之前 他前面也先下了功夫了嘛 真的 因为那波风吹起来的时候 也有人没有飞起来嘛 只是被吹到而已啊 也有人没有飞起来啊 对 所以你事前准备也是够啊 所以新的这个房仲人员 也不用担心啊 你就现在先下功夫啊 那你等下一波风来的时候 也许吹到你啦 真的 不要气呢 对啊 也许你也飞起来啦 这个难讲啦 所以我们要知道的是 现在市场上 就真的能够拿来大量供给的这个案子 可能不像之前那么多啦 之前讲说 那交屋槽 等交屋槽出来 会有小部分的抛售 那如果说你要的话 你要赶快买 对不对 那如果没有要买的话 那这个东西可能也对市场上 影响不会到特别大 但是会不会有这样的状况 会有啦 对啊 那我们讲的就是 不是每一个 在买房子的时候考虑很清楚啦 没错 有的时候你大概会觉得说 怎么可能买房子这么贵 怎么可能还会冲动购物 那你可能就是预售案 接待中心 可能看的还不够啦 你常去的话 你就会看到 的确有蛮多人 进去接待中心之后 然后他的整个感觉 就都不一样了 那个氛围 对 他在买房子的时候 他不是在买房子 他好像在已经买了一个 未来人生的保险一样 他已经在幻想说 我在这边 等一下我怎么煮菜 盘子这样放到 不顺手 他已经在想到 他未来生活的细节了 真的 那你就觉得 这个可能等一下就要买啦 要不然就是男的讲说 以后我在这边 上厕所抽烟 然后跟卧室这边分开 你在那间上 这样子就不会干扰到你 都已经谈到这个程度了 谈很细的 就是有一种梦的成分在了 那遇到这样的状况 可能大概十之八九 就是只要钱 没有问题的话 应该就是成交了啦 没错 所以当那个时候 有些是冲动购物的 那会不会后面 遇到一些状况 然后后面来降价出售 有没有 有 但是你说会不会很大 通常不会很大量 但是会有一部分 通常会发生在 大量交污草的区域 那你看准了 你就要看准 快很准的去处理 会不会对目前的房价 造成很大的影响 暂时不会 因为心情安也服了一下了 你看不到大量的抛售草的话 其实大概也不太会有机会啦 万一真的大量的抛售草 有的话会跌到什么程度 也跌到他当时买的价格而已啦 就是你后面已经涨上去的价格 你会让你给你一个认知 然后接下来呢 他可能是他在交屋之前 他买预售刚签约的时候价格 他平转给你 就已经让你是感觉好像赚到便宜了啦 但是你真的要他赔本 然后亏本去卖的话 我觉得也是有难度啦 你要把他逼到多级 他才愿意赔啊 对吧 自己甘愿了个两三百万 然后卖给你 这种我觉得 那真的是遇到一个很大的困境的 然后不然的话 其实也不太会这样子啦 这样子你认为回到那个时候的价格 你觉得对你来讲 是不是合理 是不是跌呢 那这个就每个人看法不一样了啦 对不对 因为回到那个价格我就买不起 对啊 你两三年前起涨前你买不起 那两三年后 你当然是买不起 我知道啊 对吧 但是你不能说期待 我们现在一跌 要跌到十年前 或是十五年前的价格 那很可怕 这有点难啦 对 而且真的跌下去 真的是蛮可怕的啦 没错 OK 好啦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啦 好 谢谢大家收听这一集的王老吉 拜拜